大家好 刚才做了一个视频是关于讲开心的事情 这期视频也讲一个不开心的事情 其实做生意 其实严格来讲我只是卖手艺而已 都不叫什么做生意 但是实际上我又是在跟客户做生意 不可避免人会遇到这些 各路牛鬼蛇神 各路牛鬼蛇神 总体而言 其实在美国还是比在中国的营商环境要 我觉得要好很多 因为美国没有那么多奇迹古怪的潜规则 它都是直来直去的 明着干 按规则干 都互相遵守 契约精神很强 你几乎不用担心别人会有什么 36G 你不用担心这种事情 但是在华人堆里面 你不可避免的 还是会碰到那些鬼诈的 鸡贼的 这些华人 所以很多人讲脱子是个伪命题 怎么是伪命题 很多人不承认 典型的支那人和美国人有什么不同 他完全不承认 就是他有眼无珠 你根本不知道典型的中国人 是什么样子 你看看中国政府的行为就知道了 鬼诈 不守规则 随时待你去 就不做到 变来变去 各种理由 双标 各种理由 道理拿出来 都是给自己 都是让自己好受的 给别人受 他又换一个说法 古人云这个 古人云那个 对不对 古人云此仇不报非君子 古人云退一步海阔天空 你们那些话 道理 全是他妈的 全是狗屁 随便 粘过来用都行 所以 阿民在 在在经营的过程中 有时候真的会碰到那些 非常令我恶心的那种 完全是中国人的套路 完全是 他完全不是那American style 特别鸡贼 特别的这个 我简直没有办法去 我相信中国人 深深在中国 了解中国的 这个所谓人情事故的人 都应该知道吧 都应该知道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都不需要 因为他 比如装逼是吧 我们都不用装外宾是不是 我们都是中国人是不是 这还不了解吗 这还要说吗 对不对 我觉得说的是 都是浪费口舌了 所以对这样的客户 我只能说我碰到一次 那是我的不幸 那是我的不幸 我只能说 那服务完他 我就拉黑了 我就拉黑 我就不理他 我不理他 以及不理他认识的他的所有朋友 因为他们这类人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而另外呢 有一些人 客户 他就非常舒服 就是你 你帮他做事情 那简直太舒服 那简直是种享受 做好以后 互相还 他赞许你 做得不错 结账又快 即使他发现你哪里 做得不好 他也是 他也是 很正常的跟你沟通 这个地方 可能能做得正好一点 是吧 然后我们也欣然接受 是吧 你做就可以了 所以一切都 非常舒服 在非常舒服中进行 所以让工作 成为一种享受 开开心 现在朋友做完了 开开心 把钱收了 开开心 交了朋友 还有下一次 再打我电话 找我 我觉得人生 多几个赞的朋友 朋友兼客户 那真是太 真是太幸福了 但是呢 你如果多几个 臭之那人 你一整天就活在 勾心斗角中 整天活在这种 工房中 工心计 甄嬛传 OK 所以我觉得 我继续积累 等我积累到 一定程度的时候 其实我去年 下半年 尝试性的 因为那时候 也太忙太忙了 尝试性的 卡掉所有的客户 所有的新客户 我全部不接待 我只做老客户 只做我订好的 那些老客户 因为 关系又好到 几乎 他们在钥匙 都给我了 你随便进去搞 你几点去搞的都行 就到了这种程度 多爽啊 这样做事情 多爽啊 而我也不会 辜负别人的信任 好好的把事情做好 结果结大欢喜 这太愉快了 对方也清楚 他要什么 他不会说 今天一个这个 明天一个那个 给你搞这些鬼东西 而且他他永远 不会觉得你是他朋友 他永远不会觉得 你和他是一样 在美国的 奋斗的人 或者说怎么样 值得 值得交往 他把你当师傅 你就是个干活的师傅 所以你不可能获得他的尊重 以及 以及 以及平等对待 以及平等相待 所以说我觉得 那一天 终究会到来啊 就是 我觉得不需要太久 因为我 我现在在 社区里面已经 小有名声啊 我觉得再过个若干年吧 我觉得 合理估计 我就可以直接 不去理睬 把我所有觉得这些 鸡嘴的这些客户啊 结个账他妈的 又飞进巴拉 感觉给 感觉给点钱给你 他觉得 很痛苦一样 而且他给钱的时候 他也很 很嚣张 觉得这个有钱好像 咋的啊 这就是知道的人 知道吗 托资还不承认 就是我们不要成为 那样子的人啊 我在美国买东西 几乎不还价 就是我们也习惯了这种 明着来啊 就就玩明面东西 不玩背后哪一套 不管玩墨家 直话直说啊 哪怕是脸色难看 气氛尴尬 直话直说 不藏着掖着 说完了以后 就自己 认输 说完就承认 自己放错 自己承认 不要他妈的 一万个理由 好了 小事情一专啊 但是呢 对于追求 每一天的愉快 追求人生的质量 精神境界来说 时不时闯入 这样的一个 这种垃圾客户 确实是 多少还是影响了点心情 但是呢 人也不能矫情是吧 你希望你的客户 都是他妈的 经过 经过 经过筛选的 个个都是 如鱼得水的嘛 而且物极必反啊 如果你每天 长期生活在一个愉快的环境中 你都 你都没有免疫力了啊 下次你碰到一个什么 狗人 鬼人啊 你怎么办 所以 适当的来点病毒啊 增强一下自己的抗击打能力 也是个好事啊 从某种程度上啊 但是我相信 若干净以后啊 我不需要再过这种事情而烦恼啊 我只做那些 非常熟悉的 都做了 四五遍 五六遍 他们家的事情 只要有事就找我 绝对不找别人啊 而且他推荐的朋友 也都是认可我的 那也是物以类具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朋友大概上一 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会 就会让我 工作 那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啊 一边工作 一边交朋友 一边一边谈笑风生 一边把事情做好了 一边口碑又出去了 这都 就全是两性循环 那些垃圾 那就让他跟垃圾在一起吧 垃圾客户跟垃圾师傅在一起 就你们之间就搞吧 拜拜